假如老师上课教你对接甲方 3 来 上课了 今天咱们老板来听课 公开课大家不要紧张 就跟平时上课一样正常表现就行 来 上节课有道题 课后一直有同学问 我们还是一起讲一下 三方在与甲方对接过程中 主要维护谁的利益 A 甲方 B 乙方 C 以上选项都不对 这要题选什么 A 对 选C 三方最主要维护的既不是甲方的利益 也不是乙方的利益 而是谁的利益 对 三方最主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和记住 那就这道题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 在有三方的情况下 如何对接项目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有三方的情况下 我们乙方的工作量怎么样 大大增加 大大增加 所以为了减少我们做无用的工作 还能顺利的把这个项目推进下去 我们就需要记住一个口诀 什么口诀 我看有没有同学提前预习的知道 既变 偶不变 符号看项线 对 符号看项线 很好 看来我们同学的工作态度都很好 提前预习了 既变 偶不变 符号看项线 这个是我们做乙方的 在跟甲方和三方对接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口诀 那么既变 偶不变 什么意思 我们在提出一个方案的时候 甲方是不是会通过三方提出修改意见呢 一定会修改很多次 那么能每一次提出修改意见 我们都改吗 是不是不能 一来 这样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 二来 甲方想要修改 还有可能是三方没给甲方解释明白 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是不是还有可能甲方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三方在中间想找存在感 所以硬给你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呢 所以是不是不能每次都改啊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改 什么时候不改啊 是不是口诀用上了 三方第一次提出要修改的时候 我们改不改啊 哎 要改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版方案 很有可能是你拿过往案例凑数的 那么要改 再一个是对方第一次提出修改 我们要表达出一个积极的合作态度 所以第一次方案需要改变 那么对方第二次提出修改 我们改不改啊 哎 就不改了 因为这时候很有可能中间沟通已经出问题了 你改了也是白改 再有一个有三方在中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啊 哎 适当的强势 否则三方就挑软柿子捏 一直给你压力 你是不是受不了 所以第二次提出修改的时候 这个方案就不需要改变了 那么第三次要求修改 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强硬过了 再强硬是不是就不太好 所以第三次方案要变 那么第四次提出修改 是不是我们又应该强硬一点了 要求三方你再去沟通一下 要求假方你再明确一下需求 对不对 那么第四次就不需要改变 以此类推 这就是所谓的 即变 不变 那么符号看向线是什么意思 老板有时候先走啊 好 慢走啊老板 来 符号看向线 什么意思 一个预计的都没有啊 来 看这个左摇写啊 横招三方 纵招甲方 那么第一项线 是不是又有甲方 又有三方的群呢 那么在这个群里边发消息 我们要用什么表情符号啊 哎 笑聊 努力 既积极又专业 再看第二项线 只有甲方 没有三方的群 那么这个群是不是存在啊 哎 因为三方不会让我们 直接跟甲方对接的 那么第三项线 甲方和三方都没有 是不是咱们公司内部群呢 哎 内部群 是不是就可以随便 用表情符号了 是 谁说是 内部更不能随便呢 越是内部的人 越容易挑你毛病 你们那个职场生存课 没讲过这部分吗 那课谁教的 进度都没跟上呢 你这个都一环扣一环的 你那个没上 你这个没法讲 喜欢我记得一键三雷哦 我记得你来说 我记得你 是 请不要